Hello 大家好 我今次介绍大家煮一个山楂螺汗果沉脾茶 喝这个茶有什么好处呢? 山楂有助降血脂、降打共醇 令你有好的消化作用和可以减肥 喝螺汗果可以伸尊子壳、清热润肺 螺汗果还有助去濕疹 沉脾化痰止吸、健脾和胃 材料有1个螺汗果 买螺汗果大家记住熬一熬去 如果那个粒乳离开了就不要了 一块陈皮 200克山楂 做法,陈皮用水浸软深 螺汗果洗净然后压碎 山楂洗发,首先倒一盘清水 然后山楂倒下去 浸一浸泡 然后好像洗米方式那样洗 洗两三次到,就干净了 洗净之后,放入沙芥片备用 倒入3500毫升水 放入所有材料 中火煮沸 煮沸 煮沸 煮沸後煮小火煮25分鐘 煮沸 煮的啦 煲好了放冰箱 放入冰箱 可以放5天 平时都可以拿出来喝 煮这个茶冬天夏天都很适合喝的 冬天去化淡止吸 夏天去消制减肥和去衣服 你们都去试一下的